大家好 在养护兰花的过程中 有很多话有说自己家里的兰花 补足了肥料 为什么这个叶片也是会出现一种泛黄的情况 就是泛黄的现象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平时养护是不是没有给它光合作用 没有给它光合作用的话 它也是会出现一种切法来 一种这种叶利素 切法来叶利素之后 就会提起给它搬到有闪色光的地方 让它接收一些光照是比较好的 也可以给它配合一点含有氨基酸的营养液 给它喷洒一些可以的 比如说像这种绿叶宝 每七天给它喷一次 就是这个叶片正反面的喷洒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挤到恢复叶片油粒 还有那些叶利素也通通给它补回来 这一种不用给它湿出来 就是直接喷洒就可以了 大概刚才说就是七天喷一次 连次喷四次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恢复这个叶片油粒的了 也可以挤到这个光合作用 如果家里有磷酸二斤甲的话 也可以用磷酸二斤甲 也可以不用那些绿叶宝给它喷洒了 这种是用兑水的方式的 兑水的话就是一克兑一千二百毫升的清水 给它也是七天喷洒一次就给了 就是磷酸一喷洒 大概也是四次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它吸收了这个磷酸二斤甲的成分之后 它就恢复叶片油粒的了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养得很好了 希望我今天所跟大家讲的 兰花珠馅泛黄的情况 怎么给它补救呢 又是怎么引起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时间有限 下期再见